在我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访问 但这次的访问我觉得格外的意义不同 因为访谈的嘉宾是我十年的好友 欢迎妮妮 大家好我是妮妮宋秋玉你好 哎呀你看这不用介绍 然后我的嘉宾一下可以砍出我的名字 就足以见证我们关于有多好 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 而且我们一块奋斗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今天叫你真的就更加女神更加有范儿了 还记得今天是第几次来 东方卫视参加这个电视剧 我第一次来吧 第一次来 因为之前可能都是大阴谋的作品 这次可能我们看到的朱索索 让我们觉得心情为之一振 我先问一个比较好玩的问题 你平时自己追剧吗 我追 你追国产剧或者是都追 都追 印象当中就是现在看剧的方式有什么变化吗 就是多了弹幕吗 有弹幕 对可以实时的看到观众对于表演 对于剧情的评论 你自己对索索的这些弹幕这些飞语留言的时候 有没有哪一个弹幕给你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你可以不用急 你可以稍微想一下 特别 一定是关于朱索索的吗 也可以 南孙啊 OK啊 陈老师的都可以 叶景言好帅 为什么觉得这条给你一下子当时当刻的冲击力非常大 因为他的确很帅 就仅仅是look上面的那个感官 我是整整体人设 包括他的表演的张弛度 就是陈老师在对叶景言这个人物的创作增添了很多他的细节跟思考 包括我还看到很多网友对于叶景言给朱索索的三本书都有自己的解读 我觉得这点特别好玩 又来到东方卫视了吗 来到上海这个城市 就是我不知道如果私底下你在上海 如果不拍戏的话 有没有一些地方特别想去啊 或者有没有什么上海的小吃给你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就可能自己不方便周围也会拜托工作的人去帮你买一下 我每次来上海必吃生煎跟小馄饨 还有大牌 可以小小的说一下 女演员最多一次的饭量能吃多少 你别笑 我挺能吃的 我上大学就能吃 你能吃的我有印象 我们吃过好很多次饭了 我也有印象的 你不是特别特别 所以今天看到你这个身材的时候 我是觉得真的 瘦了 我比大学瘦挺多的 瘦不少 瘦不少 所以一次能吃几个瞬间 我昨儿吃了四个 其实还好了 但昨天 经纪人在瞪你 没有没有 还吃什么小馄饨 因为我就爱吃这些小吃 小吃类的 还有菜饭啊 咸肉菜饭啊 你很喜欢上海 这一听 我喜欢 我喜欢上海的美食 因为我个人的口味其实比较偏甜 我觉得上海的东西很好吃 和南京也比较像 我觉得 有啊 南京也有生煎小龙啊 南京的东西也好吃 也好吃 我觉得普遍南方的菜都很好吃 所以这个南方人的胃 对 在北京生活的话 其实也OK 也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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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 对 现在真的变了啊 就是可能以前大家一提到电视剧 会觉得没有像电影制作那么的精良 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国产剧 尤其我们国产的电视剧 可以说很大的一个 越来越好 对 本子也越来越精良 然后也越来越精得起推敲 对 我想知道 就是你现在这些电视剧的本子 你在跳的时候 你的标准 有没有什么硬红线 是必须要符合的 那肯定是角色了 角色 角色肯定要我喜欢 要我觉得 让我特别有想要去创作它的欲望 还有就是班底 班底 班底就整个浮化道啊 编剧啊 导演啊 这些我觉得都很重要 对 尤其索索一开始的那几身的衣服 我看很多时尚博主 写了大量的文章 冲击了大量的KPI 把这年底的任务全部都完成掉了 所以你在剧中这些角色 你还满意 就是这个浮化道的 满意啊 所以2021年开始了 新的一年 给自己这年的这个比重 比如说电影会占多少 电视剧会占多少 然后可能综艺会不会要接触一下 因为大家其实还蛮期待 你会在综艺上是什么样的表现 我不太上综艺 比较少 除非是比如说 好朋友邀请你啊 去做一期啊 或者说是 像我之前去向往的生活 因为我特别喜欢 很勤快 可勤快了 我很喜欢那种感觉的 卖生活 就卖生活就舒舒服服的也也不硬要要求你要熬什么人设 反正就是吃饭开心聊天摘菜捞虾就是就是这样的生活我就觉得特别舒服 就其他的综艺我比较少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可能上综艺就对不太适合 你自己不会那么炸场子 我不担心这个我觉得我没点就我上去就也不需要这么real的来回答这样可能每个人的性格会多或多或少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接下来有个快问快答 十个问题 你只要低印象低感官就OK 好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你也心情不好的 OK 最长多长时间可以不吃火锅 不吃哦 不吃火锅呀 这可以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 最喜欢的一种水果 那个波罗 波罗OK 下一个角色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 什么类型的 我希望演一个有智慧的 有智慧的 好导演们都听到了啊 如果再有一次重来的机会 时间节点希望回到 就回到就在现在挺好的 不想回去 OK 如果可以穿越到以后想去什么时间 什么以后啊 对往后走 我倒是挺想回到古代的 还是想想往前走 古代哪一个朝代 唐宋元明清 都可以 都可以 OK 最后一个问题是 十年没见了 大学同学们 大家现在也都有各自的发展 如果对之前的同学们说一句 我就有一个同学一直在我身边 谁 杨靖啊 在吗今天现场 在啊 靖儿在吗 感觉今天做成一期同学会 在外面是吧 OK 我们就一直这么十多年的闺蜜 好 就一直都在 还包括周展妍啊 展妍也在 都在你的团队里 对不起 哇名字说 一下就变保罗红人了啊 OK 那最后一个问题 2021电视剧品质盛典 送点祝福给所有东方卫视的朋友们 就希望 呃 品质盛典能够越搬越好 呃 希望所有的工作人员们都能够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的 这个一直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的 健康跟开心 还有一个私货是西班2022的品质是盛典 能不能继续看到你 啊 好 希望 好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我打吗 我来打 你打 好